这是北京 北京一位同学 他说 昨天天地讲 吃货去世的人也得要找提神 假如从出生就不吃肉 对父母 对公婆都很孝顺 对平人也很友善 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并且在四十九天内 为他制成超度 让他念佛 如果他能念佛会超生吗 如果他不愿意拉提神 就永无出妻了吗 去世时相貌与来生的去向有关系吗 我还听说一个孝顺的哑巴造雷吉 借口投生在富贵家 如这回事吗 这个都有可能 确实都有可能 但是反而是狠死的 这个遇灾难狠死的 自杀的都会找提神 有没有不愿意拉提神 有没有不着提神 他真正有慈悲心 不忍心 害人 他也能超生 也能够超生 这个古人笔记里面 记载的例子很多 真正有慈悲心 那么如果是家亲眷属 给他诵经念佛回向 劝他求生净土 他要是有这个意欲 有这个念头 都能得生 那诚心诚意 求生净土这一念 也就是无上菩提心 这个话是 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节》里面 讲的 讲得非常之好 因为一心一意求生净土 我们这五种心通通居住 你要不居足的话 那你就没有诚意 所以真诚心就包括了一切 真诚心求生净土 那么发愿到净土之后 自己成就了 成愿再来 普度众生 那这就是菩萨大愿 这个大成交完全相应 所以我们念佛为这些亡者回向 回向祭很重要 这个四弘师愿开导也非常重要 劝他发愿 劝他求生 劝他成愿再来 普度众生 这样就很圆满 这是一个喇叭造雷吉 投身造富贵家 他的条件就是孝顺 所以孝顺这个德行 使他能够转世 比这一世就殊胜多了 就提升多了 这一生有这个残缺 来生就不会有了 总是善有善苦 握有握抱 我们一定要深一心不疑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这个问题都解答了 我们这个问题都解答了